疫情爆發以來 國產豬價格一路寒漲 中元節的前夕 毛豬批發價每公斤直逼90塊錢大關 比去年同期漲幅達到11% 而豬價之所以居高不下 主要是受原物料上漲 飼養成本增加 不過產量卻不如預期 眼看中秋節要到了 大家又喜歡烤肉 荷包恐怕又要失血 花肉一斤要價150元 差一點下跑上門的顧客 不過攤商也很無奈 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 國產毛豬批發價就一路上揚 只能消暢反應成本 公斤飆到90幾塊 一隻隻買起來 都要一萬多塊 不漲的話 我們的利潤就很薄 豬價居高不下 農委會在7月14號 進行全國休息一天 調節價格 雖然稍有回軟 但仍維持在每公斤 85元到87元的高檔 尤其是在中秋節前夕 毛豬批發價每公斤來到89.8元 直逼90元大關 相比去年同期 漲幅達到10.7% 而最主要還是因為受到 全球原物料上漲 豬農飼養成本提高 但產量卻不如預期 加上越南走私溫豬事件 國產豬價格恐怕短期內 一去不回 不過我最少是最少還要賣150 最高賣到170 180也有啊 我修的它是會買啊 買多毛少而已啊 眼看中秋節就快到了 市場又將面臨一波需求高峰 看來民眾今年風烤肉 荷包恐怕會失手 近日社稍會台東時報道